最后一个问题呢 是我们一个context 就我们上几课挖的坑 说我们主件里面有三个东西 一个叫propos 一个叫state 一个叫context context是上下文 上一课我们已经非常认证的说过这个问题了 对吧 就是说如果你的主件非常多的话 你一层一层的向下传递propos 其实上是非常麻烦的 对吧 那我们可以用context一下子全覆盖 中国移动全覆盖 全部覆盖到一个context 上下文里面去 那么里面的每一个组件呢 都可以使用这里传递的一个上下文了 那context怎么去设置呢 那我们为了发明说明这个问题了 我们这个代码已经过分复杂了 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demo cd杠杠 返回上个目录 然后create react app demos 对吧 我们在后面注明一下 这个context 安装完之后 进入一下这个目录 demos 按tap呢 可以补全 然后呢 yn start 运行它 然后我们现在来demo室里面讲一下怎么去用这个context 把多余的内容删掉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app下面去设置一个新的组件 叫demo吧 extextext component 然后return一个render方法 实现render方法 return 那么按照我们以前那样 比如说我们以前要给这个组件传递内容的话 通过什么呢 是通过this.propos 比如说点title 对吧 传递一个参数给它 同样我们这里可以给它传递 对不对 引用demo组件 对吧 传入一个title 为什么呢 比如说为这个大标题 然后同样demo组件可以继续往下传递 那比如说我们最终在下面实现了一个title组件 instance component ok return render return 那么这里呢 一个h1标签 对吧 那么它也有接受一个常诸 this.propos.title ok 就是说我们这个title 它不会直接的在app里面接受 而是呢 通过demo里面接受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demo里面 我们去创建一个title组件 然后给title组件传递一个title 是什么呢 是它在副组件里面 this.propos.title 那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app里面给demo传递了一个title 对不对 在这里 然后这个title又被二次借花献佛传递了这个title里面来了 对不对 最终在title这个组件里面实现了 这是我们传递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写呢 那是说咱们以后的项目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组件数是越来越深的 对吧 那么你这个传递组件的话非常的累 你要不断的通过propos去传递 那么看看现在效果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个效果 对吧 这一个大标题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用这个context去代替这个propos 怎么去做呢 首先这个context上下文 这类必须依赖于这类型检查 就没有这个不行 真的为了这一点 所以咱们必须先装一下这个组件 对吧 cd demos 然后下一步 cnpm 对吧 或者是npm install什么呢 propos types OK 安装一下这个工具 安装完之后 咱们回来这个程序里边对吧 然后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干嘛呢 是import 引入一下这个 input propo types from哪呢 from这个propo types 对吧 propo types OK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对吧 引入进来 那么引入之间又怎么使用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例子啊 但是我们因为在上课的话 我们就直接看下面这两句话就可以了 副组件需要用这个trial context types 心态属性的类型检查 必须做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呢 gettrial context 返回直组件需要的context 就说一个要做类型检查 对吧 一个呢 要实现一个这样的方法 那么直组件呢 做好类型检查之后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OK 那直组件类型检查的方法呢 叫context types 特别乱对吧 没有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东西 那现在呢 我们还要来写一下试试 那么我们在这里副组件什么呢 是app 那首先要给它设置一个static 这个trial context txt types OK 等于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要求这个title 这个属性 是这个proportypes 点sign 对吧 必须要求sign类型 OK 然后下一步 gettrial context 逼不可少 把l return的值将会去到直属性的一个context里边 OK 我们l return一个什么呢 大标题 OK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就不用传递了 不用传递了 那么我们demo呢 同样要实现这类型检查 static 它现在是直组件对吧 它要实现类型检查是context types context types 等于 那么要设置title呢 为这个proportypes 点sign 点sign 那同样呢 这一个直组件也要实现这个 那这样呢 它们之间就不用互相传递这个propos了 我们在这里 这里放了一点小撮 这里应该返回一个对象 然后呢 title 应该为大标题 返回一个对象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传递的这个context呢 是要包含多个内容的 日后 好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检查 要做一个事情 我们现在context有了 理论上说我们设置好了 对不对 就每个类型 副组件呢 做好了这个类型检查 也实现了get child context的方法 然后呢 直组件做好类型检查 再直组件呢 孙子组件也做好类型检查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 对于title来说 我们看一下 对于title来说 console lock一下 this.state肯定没东西了 我们看this.propos有没有东西 然后再看一下 this.context有没有东西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发现propos没东西 但是啊 这个非常奇妙是 context有了一些内容 能看到传递的一个标题 那这种方式 我们看我们这组件之间 传递的参数啊 并没有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副组件 实现了一个上下文的 首先是类型检查 然后呢 实现了get child context的方法 把这个东西传递给了支组件 那我们如果要做一个之前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点击切换具体的例子的时候 怎么用context去改造它呢 对不对 好 那我大家先记住这一点了 就大家都要做类型检查 然后在这里我们先把这个改下propos改成context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就能看到传递来的大标题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例子 这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之前的点击切换主题的一个例子 那么现在呢 我们啊 以前例子是一个是button主件 一个是title主件 对吧 我们要求点击这个button之后 可以让它切换整体的一个主题 好 我们来稍微改造这个代码啊 就是我们title主件已经有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demo主件呢 换成咱们的button主件 OK button主件呢 里面要实现的是两个按钮 对不对 先用个div包裹起来 OK 然后呢 下一步button OK 再来一个button 对吧 button 啊 type 等于button 然后呢 它要求变为红色 对不对 然后呢 它要求呢 变为绿色 type 等于 button 啊 green 对不对 要去切换主题色 那么我们这个要传递上下文 也会改变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contract里面 首先 要实现什么呢 啊 先super吧 不着急 我们要实现一个state 对吧 表示当前的一个状态 啊 那么是什么状态呢 现在我们的主题色是什么呀 color为现在默认的先是空 对吧 我们有这个state 我们 return什么呢 return一个 把我们的主题色这个demcolor 就是我们保存在state里面的这个值 传递过去 this.state.demcolor 是不是就传递给直组件的context了 好 下面在这里也要改一下 对吧 之前我们是inudemo 现在呢 我们有两个组件 一个叫title组件 title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叫做button组件 OK 两个组件就完事了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还差什么东西 那么首先我们这个类型检查 需要改一下 对吧 换成这个demcolor 那么同样上面的一个类型检查 也要更改一下 demcolor 但是呢 不变的是都是俊类型 对不对 好 咱们保存一下 在这里h1标签 这是大标题 对不对 还需要改东西 还有很多 对吧 大标题 然后呢 同时要获取一下 咱们当前的主题色 等于this.context 注意现在我们的东西都放在context 上下文里面了 demcolor 然后呢 在里面写上style 等于color为stem color 那同样呢 这一点也要被放在我们这个button组件里面 对吧 我们这个按钮颜色也是需要改变的呀 我们把这个复制粘贴一下 好 现在我们就有了一个根据副组件的一个state 去改变自身的一个颜色的这么一个功能了 副组件app设计了state的stem color 对吧 然后呢 通过context传递给它的直组件 然后直组件在render的时候先获取一下 在context里面去获取一下 副组件在上下文里面传递的这个主题色 然后呢渲染给自己 然后咱们保存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做简单的测试 看看这个生效没有 我们把它改为红色 可以看到整体的主题色呢 都已经变为了红色 说明我们上下文传递已经生效了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方法传递过去 那么我们要实现的方法呢 叫做handle switch 或者change吧 color对吧 handle change 就是主题颜色 然后呢 接收一个新的颜色 然后呢 this.setState 把它设置给这个新的state 导致一个更新 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对吧 非常简单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把这方法传递下去呢 答案也很简单 就是通过这个getTrackContext 把这方法下放下去 handle change demcolor 为什么呢 this.handle change demcolor 把方法传递下去了 怎么在资助线里面 怎么去获取它呢 同样是在上边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左边已经报了一个错了 对不对 他说你没有定义这个类型检查 OK 那么我们就要定义了 handle change demcolor 为什么呢 propotypes types.f function 对吧 当然它这里是个简写写法 好了 这个呢 要被用在全部的地方 对吧 都得复制粘贴一遍 OK 咱们乖乖的复制粘贴一遍 把类型检查先做好 好 现在没有报错了 我们怎么获取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 在这里不会这么直接获取 而是呢 会用一个es6的语法 直接抽取这个对象属性 对吧 因为我们之后要传递的这个参数是相当的多的 demcolor和handle changedemcolor OK 把这两个抽取出来 然后onclick 在这按钮onclick之后应该干嘛呢 onclick 去使用 等于 去调用一下handle changedemcolor 然后呢 把它对应的颜色传进去 比如说red 对不对 然后下面一个呢 同样的把它改为一个green 这个方法 不是他们自己实现的 是副主件 通过context传递给他的 好 我们来试一下green 然后在写完之后 对吧 调用了handle changedemcolor之后 咱们现在来试一下 点击报了个错 它这个错非常简单 说cannot read property setState of undefi 那么它爆出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这行语句说 在调用setState的时候 因为this是undefi 所以你不能调用它的这个setState的方法 那么一看就知道是this最容易丢失的一个问题 那么丢失在哪呢 肯定是在这里的时候丢失了 传递this的时候 对吧 因为在这里我们把this传递过去了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要用一个es6的箭头函数来包裹它 然后同样呢 那么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对吧 我们因为我们传递过去是整个箭头函数 所以呢 我们要在箭头函数里面接收color 然后再传给真正的这个APP组件的这个handleChangeDemcolor ok要需要真正的去做一个这样的传递 需要在前面接收到参数 传递给真正的这个handleChangeDemcolor方法 这是一个es6包裹的方法 咱们保存一下看看 还会不会报错 点击不会报错了 所以以后记得我们的传递这个函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dis作用域的一个问题 要通过es6箭头函数来保留这个dis的作用域 那为了实验这个问题呢 解决dis的问题呢 我们的参数也要变成这种显性的传递 ok 那么想明白的话 大家应该去想一下这个问题对吧 因为这是一个语言基础的问题 跟我们luit没有太多的关系 大家可以仔细去想一想 它传递的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写这个color 当然这也不是咱们这一课的重点 现在是我们用这个context上下文来改写了 咱们切换主题是这个代码 它的好处什么呢 它的好处是我们不用一层一层的传递propos了 我们这个组件在书写的时候呢 相对轻松了一点 那么它的弊端呢 是我们在写类型检查的时候还是很复杂 对不对 那么这context的使用呢 还是得看一个取舍 就说如果是过分深的 就特别深特别深的一个组件数的话 那么最好的方式呢 当然是用这context 那如果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程序 那么你用这个propos去传递就可以了 那这两种方案呢 要看你自己是怎么去选择 到现在呢 我们luit四节核心课程 已经上的差不多了 我们从最简单的luit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流程 或者说它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发模式 到我们创建第一个luit程序 到探索它核心的一些属性 到探索它的生命周期和静态属性这些东西 基本来说 我们的luit的基础的核心已经学完了 就以后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开发的实战 去慢慢的深入的去学习 以及熟悉luit 那么我们给大家后面带来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一个紧直骑游戏回到一节课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展示的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们会实现一个紧直骑游戏对吧 这其实第一版的是特别简单的 但现在去看我们之前开发的一些东西 其实不算很难 每个组件怎么去传递参数等等等等 这功能怎么传递方法对吧 怎么做一个历史记录这东西 我们在这个基础课里面很难去给大家讲解的 比如说一个潜复制对吧 这个immutable类型 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一些问题 就再包括后面我们结合了luitux写一个程序 反正这个程序幻眼一新 虽然看起来好像复杂了很多 但是呢 因为我们引用luitux的关系 实际上它看起来会更加的简单 更加的简洁 大家可以看着jsx 非常简单对不对 好像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引用luitux 也会引用一个新的麻烦的东西 就是我们后面做的事情 首先是从一个紧直骑游戏的一个demo开始 讲怎么去做一个紧直骑 然后呢 我们再去讲一些真正luitux开发时候需要的一些概念 然后最后呢 我们去讲luitux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呢 把luitux结合到我们这个游戏里面来 那么我们就完成了全家桶的三分之二了 那么现在这个基础课程学完之后呢 后面我们的开发实战课程 以及核心课程会不断录制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课程 然后呢 加入这个群 跟我们一起来交流 探索luitux的一些问题 以上就是我们核心基础课的一些内容 我是Sikip 希望这些可以帮助到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